黎巴嫩正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也面临着数十年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 在经历2020年首都贝鲁特的大爆炸事件之后 总理下台,政党间纷争不断 经济大幅下滑,货币便直达九成以上 连提供动力的燃料油也从市场上消失 居民天天面临无电可用的情况 电视无法看,冰箱也无法使用 夜晚更陷入一片黑暗 民众痛苦不堪 许多人已经开始在家中加装太阳能板 要将太阳能转成电能使用 砖红的屋顶贴满一块块黑灰色的太阳能板 近几个月,黎巴嫩正遭遇极为严重的燃料危机 能源缺乏 当地居民每天只有能获得两小时的供电 其余时间皆在没光没电的情况下生活 因此黎巴嫩居民纷纷在家中安装太阳能板 借助太阳光解决缺电之苦 虽然太阳能板的安装具有局限性 需要在屋顶上有足够空间 进行安装和摆放电池与逆变器 但在该国史无前例的能源与经济双重危机下 人们都在努力寻找新的替代能源 免费又充足的阳光成为最佳的解决方案之一 根据世界银行于6月1号的报告表示 黎巴嫩的经济危机是19世纪中叶以来最严重的三大金融危机之一